自从有了一个预见飞行啊 我们绑队的巡逻都轻松了不少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不看整个新年代代岛 实在是 浪哥 浪哥 你没事吧 啊 我这是嘎了吗 肯定 去你呀 浪哥 别玩了 我知道你一直想当超人了 你心心念念的弹展新模式啊 超人竞技场 快来了 好好好 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浪哥的英雄梦终于要实现了 请选择你的英雄 这界面 真熟悉啊 目前呢 拥有六个英雄可以选 让我选 我选这个 弹小黄 近战战士 有肉 又有输出 浪哥 我的这个小粉也不赖啊 远程射手 有攻击距离 又有超小输出 好好好 就这么搭配 来吧 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游戏 规则呢 就两名玩家组队啊 一共有四队相互竞争 最后随后下来的队伍获得胜利 除此之外呢 每次战斗前啊 还可以选择一个被动技能 浪哥我选这个 头号目标 毕竟小黄是战士 其实两个技能都不适合他 好 第一局开始 对方是 小粉和小绿 小绿属于奶妈 没有多少战斗能力 所以呢 我们优先击败小粉 nice 射手没了 这下看起来怎么 嗨 就多练 呃 没有多少战斗能力 嘿嘿 浪哥啊 太自打结果被打脸了吧 还是看我来吧 快胜 嗨 轻轻松松 拿下第一局胜利 第二局开始 对方是 魔鬼蛋和蛋小黄 都是战士啊 不好 他们直接冲我方射手去了 小妹子 我来救你 小赛一迭儿 三哥 救命啊 不好 光松一弹想玩了 忘了对方还有魔鬼蛋 放心吧 小妹子 我会帮你报仇的 看不 小浪冲破 第三把对面是 刺客小黑和法师小蓝 这不得先把法师干掉啊 冲啊 哎 不是 我都已经击败他了 为啥还是嘎啦 浪哥 你没看见他 刚放了个技能吗 而且 你是不是忘了 对面有个刺客了 嘿嘿嘿嘿 对不起 兄妹子 下次不会了 下一场我们再战 魔鬼蛋和小黄蛋组合 浪哥 保护我 来了 很好 全防住了 下面只要看 秀儿输出就好了 做四成 不讲五得 由于我在前面冲到入盾 所以呢 也是很轻松拿下胜利了 然后就是 再战小黑和小蓝 冲啊 快点身吧 冲啊 冲啊 别别别 离我远一点 有了前面的教训 这场也是轻轻松松 最后的决赛 我和笑容配合默契 对方也只能扳下阵来了 很好 夺得最后胜利 兄弟们 以后请教我 保安超人浪小三 帮我 不帅 不帅 不帅